人类从哪来?人类的祖先是谁? 当被问到有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,我们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源,和目睹文明等等,在大多数人的前意识中,人因是由灵长类动物进化而来,但随着研究的深入,越来越多的证据似乎都表明,人类祖先并非是灵长类动物,而有可能是鱼类。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邓涛曾在《你是一条来自原故》的鱼译文中提到自己对古人类的看法,邓涛指出,迄今为止,我们发现的最早的鱼类,出现于约5.3亿年前的航母纪时期,时间来到距今约4亿,3.5亿年前的尼盆纪时期。 在那时,地球上出现首歌可以离开水,爬上陆地生存的鱼种,它们大多云南去进一大活动,随着时间的推移,它们逐渐演变为四族动物,而后再进化成两栖动物,进而再转变来爬行动物,哺乳动物,说到这,疑惑会疑惑。 从外观与生活提醒等方面来看,鱼类与人类都两个完全不同物种,那么,多年前,鱼类是如何演变成人类呢? 在于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内,多位科研人员和外国专家进行研究与探讨后,邓涛发现,由鱼形转变为人形,最关键的便是长出核角,有核类的鱼能进一步演变为硬骨鱼和软鱼,而硬鱼则很可能。 是人类的前身,同时,邓涛指出,不同鱼具有不同的特征,并不是所有鱼种都能演化成圆。 目前,科学界对于原古鱼类的研究仍在不断进行,科学家希望能找到更多证据,来证实人类祖先或不是鱼类,而是鱼类,若未来能够证明人类祖先是鱼而非鱼,则将会大大颠覆我们,对人类祖先的传统政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